今天集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牌子推出的新产品 手工 羊毛的一个套子 看这是红色的 打开给大家看 新产品打开的这个是给3GS用的 它是缓冲 然后呢里面 一个说明 像一个洗衣条一样 就是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不能够拿去 运斗改趟 好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放进去 很多女生可能很喜欢啊 冬天冷冰冰的时候 这个还挺 挺舒服的呢 然后这个按你 这金属的 这个按 能给你扣在这个地方 iPhone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 要讲电话的时候呢 就这样拿出来 好 这样就可以拿出来 好放进去 还不错呢 那首先这个东西的一个材质 是纽西兰的这种美利诺羊毛 下去制作的 它整个所有都是 100%是纯羊毛的 是 那它整个一个工艺的部分的话 这整个都是手工制作 那包括整个背后的一个处理方式 目前它这个工艺的话 大概要经过才二十几道的一个手续 那就可以成为这个型 而且它是不会有任何接缝 基本上你想象中就把它当做一个用 只这边开一刀而已 是 所以这个制程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制程 对啊 我都看不到那个接红线 之间不会有任何接红线 那我们整个因为整个是一个比较软性的东西 那后来我们决定就是再加一个金属键来做点碎 那这个金属键的话 因为它是外表是金属键 它背后其实还是纯羊毛 这个又是很特殊的一个工艺下去制作的 所以你会没办法想象这个金属键是怎么上去的 可是它你基本上要让它剥落 除非你把它破坏掉 不然基本上是不大可能拿出来 所以说不是我们想象 是单纯一个胶这样咕噜这样黏上去 这个里面也还有很多学问 当然你如果真的要去搞清楚 你可能要破坏一个产品才行 所以它整个你看到这背面都是纯羊毛的 它不大可能会刮到你的那个iPhone的部分 进步 然后我们这整个整个一个每一台机子都是 有它专用的一个那个模型 下去做最后的成型 然后再做这最后的一个一个开封的一个处理 所以这是叫 甚至叫辛苦的地方 这个产品是一个 但它最大的特色也是这样的一个整体这个一体成型的一个完整度 是 对啊对啊相当赞 对啊谢谢 这是给谁用的啊 iPad nano用的 它颜色也是很漂亮 上面还多一个金属的颜扣 那这个呢 好 一样它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调式的一个方式 可以给iPad touch 跟iPad来使用 iPhone来使用 它这个呢也是用一个建成的一个一个一个颜色的一个刷法 好 打开来 然后呢 把iPhone从这边拿出来 好 然后这个就可以这样放进去咯 好 有没有 放进去就ok了 那这个就这样刷一下 好 这样就ok了 它就不会掉出来了 把它可以插着 就这样子点音乐 好 就这样子拿着 好 iPhone在里面 可以吼 随性一点咯 对 它其实它是 位置是可以跑位的 嗯 那 它在这边是可以这样这样处理的 好 你还不用拍摄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已经在拍了 没关系啊 我们就 先先录一些以后可以当素材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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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处理的方式 对啊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整个一个 表现其实 对 还蛮多元 同样这两个里面呢 我比较喜欢这一个 这比较直觉 塞进去就好了 好 整个质感不错 不知道会不会弄脏呢 好 我现在应该很喜欢这个颜色 好 这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好 这就是今天 这个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品牌的一个新产品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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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